鱼池投射活盆地的泥炭土所造成的跳动地面 不但在台湾很出名 现在也已经红到对岸 最近就有很多陆客团除了来日月潭游湖外 就是指定到投射活盆地做体验 而且吸引大陆国小带团前来进行户外教学 让对岸的学生除了称赞台湾绿美化的进步以外 也见识到台湾独有的地理景观 来自大陆的国小学生 站在投射活盆地的泥炭土上 体验地面摇动的奇妙感受都大感惊喜 与此乡投射活盆地的泥炭土所造就会摇动的地面 不但台湾之名 现在也已经红到对岸 吸引不少大陆的学生游学团 前来进行户外教学 让对岸的学生非常成正 台湾绿美化的进步以外 也见识到世界独有的地理景观 台湾感觉就觉得这里的绿化环境非常好 空气也非常清新 养的树木也非常多 台湾的每一处地方 每一个地方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 每一个地方的绿化情况都非常好 有很多的景物在北方看不到 特别是在我们山东 像冰棱树 山树 快树 都是第一次见 而且这里的到处都是树 到处都是花花草草 绿化非常的好 台湾人很有情趣 除了体验活盆地 也透过导演解说 让大陆来的学生了解 与此乡的自然生态与农村文化 这样的游学行程也替当地带来不少的观光商机 在等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这边有的人都是有种菜啦 水果啦 你可以拿到这边来吗 我们这边就是游客来 在这边换雨学下去体验 嗯 就是经济上就 对 比较好 来讲的话 大部分是六日会比较多 平常日就是有假日的话 有廉价当然会有更多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再更服务更多的游客来体验所谓的投射活盆地 农村深度旅游是台湾未来发展观光的趋势 让游客了解农村的人文与生态之美 并留住消费力 年代就能提升就业机会 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返乡工作 快两岁 好